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冠英 就是我们文学人 最多时候我们都照顾他吸毒 贩毒 都有点类似 有点浅刻 然而 由于国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得侦察员们难以掌控他们的行踪 他们就一家人住在一个胡同里 如果我们贴近观察的话 跟踪的话 很容易暴露 侦察员们发现 因多次吸贩毒而受到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郭冠英夫妇 平时显得格外的警觉 如果稍有不慎 侦察行众就有可能会引起郭冠英一家的怀疑 如果他家附近出现了陌生车辆的话 他们就会通过熟人或者打听这辆车的谁的车 因为我们在侦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次 他们看到车以后问附近的人了谁的车 不仅如此 郭冠英家的院墙上安装了一部监控器 正在严密地监控着周围的仪器 在这种情况下 侦察员们只能圆圆地监视着郭冠英一家人的一举一动 在二三百米远的地方 我们安排一个车 只要人往那去就转眼用望远镜可以观察 很显然 对于侦察员们而言 郭冠英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目标 然而 接连十几天 他们并没有发现郭冠英一家有任何可疑的情况 好几次观察之后 把那个人到他们家之后 基本上都是空手 不带任何东西 当时我们也产生了动摇 我们说 如果毒品交易的话 不带东西 怎么交易呢 一个星期 接着另一个星期 一个月 接着又一个月 尽管侦察员们是睁大了眼睛 可是并没有发现郭冠英家有任何异常的举动 侦察员们发现 在过去的几十天中 郭冠英他几乎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而他的妻子也只是在家附近活动 郭冠英的家也很少有人进出 显然这种情况不是侦察员们所期待的 他们不由的怀疑 是情报有误 还是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 接下来 他们是该继续敦守下去 还是放弃此次行动的 这对每一位侦察员来说 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一夜之间金银暴富 巨额存款来历不明 本身高级度 级度都很穷 哪有经济来人 不明车辆频繁出入 神秘人物轮番登场 只要这个三级车辆就来 三级车辆就来 秘密的交易 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尽管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 郭光颖夫妇此时 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的一丝破绽 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发生在郭光颖家的一些反常情况 却更加坚定了侦察员们的细心 发现郭光颖也没做什么生意 而且他自己也没什么工作 由于长期细事主体 郭光颖一家原本债材高筑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仿佛在一夜之间 郭光颖一家便发生了翻肩覆地的变化 但是近期他盖起了小洋楼 而且出门都开有小轿车 这种约下来价值都二三十万 对于他来说 他这个这笔钱属于明显的不符合他这个身份 由村民向警方反映 郭光颖近一段时间以来 一改原先身不分门的局面 说说反而变得扩瘦起来 作为正常的一个系统人员来说 他每天的消费将近都达到一千块钱左右 所以对他这个家庭来说 他是属于可以说是一个高消费家庭 而通过秘密调查警方发现 近期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笔数量不菲的资金 投入到郭光颖的银行账户上 我们经过这个分析研判 感觉他应该是有这个涉嫌这个贩毒的嫌疑 因此在无法排除郭光颖夫妇的嫌疑的情况下 侦察员们继续在上座村进行调查 为了避免打扫金车 这一次侦察员们选择了一个 更为隐蔽的侦察方法 通过监控视频 侦察员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进出国家的来往车辆 同时这也避免了侦察员 北国观影夫妇发现的可能性 转眼到了8月份 突然有一天侦察员发现 一辆挂有河南三门峡牌照的小轿车 驶入了郭光颖家中 通过了解郭光颖他们也没有什么外地的亲戚 说有亲戚郭光颖的老婆是河南林颖的 也不是三门峡牌的 这就引起我们侦察员的怀疑了 听侦察员们感到奇怪的是 之后几乎每过一个星期 这辆挂有河南三门峡牌照的车辆 都会定期地驶入郭光颖的家中 通过观察 已经很确定 郭光颖就是这两个人 那么这两个平凡出入于郭家的神秘人员 究竟是谁 他们与郭光颖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然后我们就对这辆车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这辆车是三门峡 三门峡一个车主的 但是来的人通过这视频里边看 并不是车主本人 具体干什么都不清楚 都是无业人员 但是资金来往比较频繁一点 这个都不正常 此刻对于每一个细节 侦察员们都不敢调以轻心 通过进一步调查 他们发现 驾驶河南三门峡牌照的车辆 其中一人名叫赵胜义 系河南省孟州人 他这个人身份查清楚 他以前也有盗窃千刻 被判过刑 但是近几年吧 都是常年在三门峡打工 但基本上不在家 那么远在河南三门峡打工的赵胜义 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接触过观音 他们之间的会面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第二次我们的警察美警 就对他进行个聊 跟踪登场和食品登场 他这个行动的规矩都可以食品上 而随着赵胜义的出现 一个更令警方感到蹊跷的现象 也随即发生了 我们发言过观音 就是和三门峡来接触 三门峡的这个车接触以后 马上三系那边 有三系的车 来和过观音他们接触 尽管山西方面来的车辆 与赵胜义驾驶的河南三门峡车辆 几乎同时到达 然而侦察员们感到奇怪的是 在稍多停留之后 他们便都轻轻离开国观音家 我们回归经过这个多次判断 基本上是半个小时左右 他们都要出来 之后侦察员们一五分钟 他们发现 国观音音火人的行踪极为诡异 我们的村里面的路边 或者加油站 或者路边的小贩店门口 这些类不停地 没有一次地方是 重合的相同 至于谨慎期间 侦察员们不敢过于接近他们 虽然无情知道 他们一伙人具体在干净什么 但是从心念上判断 如果不出意外 这伙人应该在存在 毒品的贩卖活动 因为作为这个国母来说 这个龙民 没有做任何 没有重视任何这个生意往来 正常情况上 他不应该和这个外省 或者外地市的人有这种交集 通过大量的跟踪监视 侦察员们逐步掌握了 国观音赵生意等人的活动规律 就在这伙人频繁接触的同时 警方通过调查 也逐渐获取了更多的相关信息 发现三门峡这个车辆着木 还有这个在四川 逐树这个情况 这个三系这个车辆落木 又吸毒进千刻 种种迹象表明 警方严密监控的这一伙人 很有可能是一个跨省式的贩族集团 在他们中间 毒品由噪声力从四川构进 并进河南三门峡运制温献 然后经过郭关燕等人 转卖给山西的卢云林等人 先于这个案件东大跨省 也迅速地往省级公安部汇报 我们都往公安部汇报 公安部把这个案件确定为公安部目标案件 要求我们迅速成立这个更强大的这个专案组 来破破这个案件 事后在局长王亚斌的部署指控下 一个由禁毒行政治安等多几种组成的专案组迅速成立了 整个专案组分了六个组 有跟踪组 视频监控组 还有抓捕组 把基本上把他们 抓捕每一个人 我们都以定时定位 定人 而此时 前方的侦察员 正在夜以继日地关注着郭关燕等人的度下 等待着抓捕他们的最佳时机 在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抓了个物质行动 人意失败了高中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文职 他们交易的非常交换 我们掌握的信息 知道他们在交易的 但是我们不掌握 他具体的毒癖 在赤马围着 在死敌诉中 我们心中没有办法 由此可见 要想抓住经验老道 并且具有很强反侦察能力的郭关燕等人 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不仅需要侦察员的斗智斗勇 同时还需要他们有足够的耐心 然而就在警方 时刻准备着对郭关燕等人采取行动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侦察员们发现 赵胜利近期一改与郭关燕的联系 频频地赶往河南交错 输入于各大的物流公司之间 从赵胜利等人的举动来看 他们此行的目的 似乎是和一批货物有关 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判断 赵胜利等着这批货 很有可能还是和毒品有关 满天过海 在地包裹 聪明毒品 经过这个建议 这个毒品在哪里的 出战告捷 路后毒枭 建路马脚 秘密的交易 一线栏目正在流出 温县自于河南省七北部 隶属于交错地区 与山西近程接壤 近年来 有迹象表明 越来越多的毒贩们 开始利用这个通道 将四川 广东 云南的毒品 向山西 新疆等地制定饭具 基本上我们河南或者湖北 这代毒品都是过境交错 往山西 他们通过他们这个轨迹 他们那个行动的 我们分析来看 和这个过境这种情形 非常相似 所以说进一步判断 他们应该是一个 这个犯罪团 赵生临异常的表现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在获得这一消息后 河南省交错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 立刻组织警力 返往物流公司 以查明赵生丽此行的真实目的 在这个期间 我们的这个侦察员也要 化妆成他这个物流 站的这个人 工作人员 对他所有来自这个敏感地区 这种货物 经过简单的可以判断 在物流公司的配合下 侦察员们仔细地 对每一件刚刚送达的快递包裹 进行仔细地检查 随后他们便有了新的发现 在这个8月31号上午 从四川发来了一批货 经过这个我们的侦察员 简单判断之后 这应该是毒品 经过秘密取样后 正为侦察员们所预料的 从四川发来的货物 却为毒品 假卡系统 确定这个毒品之后 我们侦察员 才按照他这个货运单上的 这个电话 通知那个取货人 来取货 这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侦察员 都在物流站 已经张网 等货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两名嫌疑人 骑了个三车车过来 就取这 这桶货 警方将前来取货的 犯罪嫌疑人 谭卯胡卯抓获 而时后 根据谭某等人的交代 警方又将周某 王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在住房住 又发现了这个 相同包装的 这个货物 当时 乘量之后 大概有七十多公里 假卡系统 这个假卡系统 是一种新型毒品 就是近两三年 才近日在我们国内 才出现 它的物理性状 就是一种褐色的 固体的 味道比较大 它在外国那个 虚拟叫玉盐 玉或者玉 这种毒性 比冰毒还得上 毒性这个 对我们的人体 对我们的人体 这个神经系统 危害非常大 由于假卡系统 对人体所造成的 危害性极大 在我国 已被列为一类精神药品 受国家严格管控 然而近年来 为了谋取暴力 不法分子 不惜铤而走险 制造贩卖 假卡系统 以谋取暴力 它贩卖的这些公斤 这些天克 一公斤可能十万 然而 事后警方才发现 这些由四川 发至河南 焦州的毒品 竟然与赵生意 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时我们不知道 还以为他们是 给他发的货 给他们发的货 因为他频繁地 往焦州这个物流站去 但是我们把焦州 这个人抓过之后 发现并不是 给他发的货 但是警方有理由怀疑 近期频频出现的 物流公司的照生意 极有可能 也是重着这批 错过而去的 发现他往这个物流站去 我们当时也判断 应该是搞这个毒性 而最终的情报显示 赵生意在得知 货物的动向后 意图赶在输货人之前 抢走这批毒品 他给他有焦州的 同伙打电话 他说这三四天 你往焦州运达 多去几趟 看我们四川 这往这花的那个货 提前你给他截走 黑之黑 准备把这个货 黑之黑给他黑掉 尽管警方缴获的 这批毒品 不是发给赵生意的 但是警方从中 却掌握了一个 极为重要的信息 在我们研判 发现两起贩毒案件 同一个上限 因为焦州这个案件 它是赵母的上限 他去赵母与上限 进行交易的时候 他发现 他的上限 向焦州另一个地方供货 这样的车子两个感觉 就是同一个上限 我是从哪里 加了一个 鞋 去 哪里去 全国行 这个人的名字 我说不上 我还挺身 叫的那个四川话 有点像 这个红冰 这样的两个字 行是吗 没说行 而此时 警察员们再次发现 由卢云林驾驶灯 挂有山西牌照的车辆 再次使得温切 如往常一样 监银车辆进入温县后 便禁止指向上座村 我们的跟踪主 做跟踪的目标 这样的情况 到有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就已成功 看着我们的跟踪主 已经亲眼看到 他读品 放在这两两车上来 两两车 一两车上 然后是我们跟踪主 这个食品住 一会儿也 还有他们国外人 招募他们车辆 分别离开教育地点 下午六时许 在侦察员们的严密监视下 两辆嫌疑车辆 分别驶入焦温高速 为了保证抓捕任务 做到万无一失 对于犯罪嫌疑人 行驶的必经之路 警方都做了大量 而又细致的测量 就是正常情况下 时速每小时 100公里的速度 远速在这个高速上跑的话 需要13分钟 跑到这个交界处 果不其然 正如警方所预料的那样 十几分钟后 第一辆嫌疑车 便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他们给指挥部 通报来的情况 只发现了一辆车到 另一辆车 没有进 眼看第一辆车 就要驶出收费站 而第二辆车 却不见了心领 突然的变故 顿时定现场的气氛 陡然紧张起来 本来以为他们相隔时间 不会太长 三五分钟的时间 因为三五分钟 就可以拉开一个 几公里的距离 但等了十几分钟 都没见过来 也非常着急 如果只有一辆车 到底是动手还是不动手 但是动手 毒品 不在这辆车上 怎么办呢 或者是甚至说是 如果头辆车是哨车 第二辆车上 毒品在第二辆车上 第二辆车一动手 惊动了第二辆车 它把毒品销毁了 那怎么办呢 明明是两辆前一车辆 一天一后驶入高速 对合此时 却突然少了一辆车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分解摇摩 它在中间 第二辆车 我们这个 交温高速 还有一个出口 从那出口 摇摩是 在第一辆车 就这个速度车 我们双方在这边 就是些控制 第一辆车的通行攻击 然后另外排一队 往把一方向去追踪 准备了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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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道指挥部 下达的抓捕命令后 明警迅速向前 将第一辆嫌疑车辆 成功拦截 先等会儿 先等会儿 把戴上套子放车里 带上套子 戴上手套子 回车里 背靠子 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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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楼 进车往前走 上车 上车 把车往前走 别着急 别着急 慢点 别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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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警车那儿停 控制之后 立马把车 带离那个现场 直接开到旁边 那个高速路 那个收费区里 而且人员 全部控制上 通议工具 全部控制 你跟着去 你跟着去吧 于此同时 指挥部 一则调集 另一组警役 先去查找 第二辆车的经济 也就在这个时候 在刚刚被抓捕了一名 散退嫌疑人的手机上 警方发现了一条 刚刚发来的短信 就是后边 应该是第二辆车 跟第一辆车 发的短信 就是前面 什么情况 我们的民间破单 哪个手机跟会 一切登上 路过了十几分钟 民间们终于等来了 第二辆嫌疑车辆 你走到哪儿了 不是 因为这个 在这个收费 收费那时候 刚好这个前面又是 后边呢 两声就要减 车流量比较大 他那个车紧到车堆立位以后 然后他前面不能动 后面就迅速上去 要求他下车接受检查 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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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车 拒不下车接受检查 我们的干净 外面外面 把全车玻璃 尽量全部砸了 第一名枪 直到他 他们才对破了 把车门打开 按住按住 推下 我推下 带铐子吧 手铐 手铐 上手铐 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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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警方在这辆车的后座上 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编织袋 里面乘放的正是假卡西虫 比例时 比例时 说句话说 参加工作 这个那个赌品 那种编织袋装量 很说紧 装那么凉 比较大 叫什么名字 卢云林 卢云林 卢云林是吧 这是谁在车 卢云林 这是谁开的车 应该是谁开的 我说车 当然你先收下车里的东西 你看一下吧 没问题 这个包谁在包 在副家里放了是吧 包里面东西 是谁的 我问这是谁的 这是谁的 发了发了 你的东西是吧 嗯 这是什么东西 冰吧 什么冰 啊 冰吧 什么冰 冰 啊 这不是你的包吗 嗯 冰吧 冰是吧 冰毒 对吧 嗯 嗯 卫生纸里面包的是什么 这个 啊 这个 是吧 你说这些毒品是吧 嗯 是不是 在成功抓获卢云林之后 警方又组织警役 一举将郭冠映出口抓获 并在郭冠映的车中 搜出了大量的毒品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组民警一路跟踪赵胜利来到了孟州 赵胜利他有一个同伙叫马小波 他们两个人 啊 两个人进入这个饭店吃饭 但是我们就在那个饭店门口 啊 我们觉得呢 在那车边上守候着啊 啊 等待这个指挥物的命令 切用作用啊 啊 指挥物命令我们可以收网了 在抓获招生力后 警方随即这些家中进行搜查 共缴获夹卡系统20公斤 以及毒资80万元 经过这个询问 我们前期有交易将你三次啊 基本上每次都是5公斤或10公斤 在这次行动中 警方共缴获了毒品 假卡系统27.1公斤 抓获了赵胜利和郭观印等9名犯罪嫌疑人 缴获毒资100余万元 那么赵胜利郭观印他们贩卖的这批数量巨大的毒品 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的毒品是由一个叫红军的四川月池县人提供 这个人由于只是和他们在网上联系 所以没有人见过这个叫红军的人 因此此人的真实姓名以及其他的细节 他们都一概不知 民警们意识到 要想打掉这个跨省作案的特大制贩毒团伙 首先要找到制毒的源头 那么这个叫做红军的人 究竟是不是案件背后最大的毒消 千里挑挑生物组绝 寻经继续 顺藤莫瓜 毒品窝点 情组销 秘密的交易 一线栏目继续过去 此后 在禁毒大队大队长陈静的率领下 警民民警立刻奔赴四川省岳池县 经过秘密侦查 终于初步摸清了 这个名叫红军的真实身份 发现这个人 以前就有制毒千克 而且因为这也被判过刑 被判过两次刑 所以说更坚定了 我们四川这个人 应该是一个制毒共产 又通过他对他这个车辆 和他这个接触人员 这个末派 掌握了他这个有两个核心人员 就是他一个贼红军 一个离线病 一晃40多天过去了 然而侦查员们在月池 却始终没有发现周红军的下落 光有户籍 咱是不在家 长期不在家 工厂我们也不掌握 也就在这个时候 侦查员获取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周姆和李姆 打算在湖北襄阳这个地方 这工厂重新启用 进行生产这个加价系统 获取这个情报后 周姆总民警 亦可赶赴湖北襄阳 经过一个星期的排查 民警们把目标 锁定在襄阳地区 古城县 一个偏僻的 废弃的制药厂内 在当地一名工人的配合下 侦查员并密沉入工厂内 进行摸牌 安排了四五名侦查员 你说是去看设备 进场里面 看设备的免疫 先进入这个周红军的车间了 进到车间以后 发现只有周红军和李姆 没两个人在车间生产了 根据侦查辞职 周红军经用的厂房 已经生产了第一批 侠卡系统 有迹象表明 他已经准备 将毒品运回四川进行贩卖 我们获取这条信息以后 我们决定11月19号 签冲 我们又从我们文献 公安局又抽调 十几名侦查人员 当地特警 当地金融民全力配合 大概六十多人 以下午三点多吧 追不签冲 下午五点 六十余名民警 迅速出入工厂 将正在厂房内 生产毒品的周红军 李建兵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当场就是查获的周红军 收斩 正在生产 就马上干燥完了 毒品加卡系统是64.78公斤 现在你的观众们 加多少公斤 跟这个跟刚刚称的那个一样 一样是多少 干净是个问题 是多少 他愿意多少 每次投料都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 投料是投多少 133公斤 能生产进的原料 原料 这投原料各种原料 你进这些原料能生产多少 进这些原料能生产多少 六七百公斤 六七百公斤 根据判断 警方认为 除了在古城在这个制度工厂外 都空军等人在四川 还应该有一个用来存放的仓库 最后我们通过这个 深圳这个投空军 他交代还有一位情人 在四川也是还有个情人 他那个刚刚买一辆车 现在钥区都在情人的手里 最后 紧怀的越池县 找到了周红军的女朋友 并在周红军的车中 发现了一把钥匙 这钥匙是个四花钥匙 就是那个 防盗门 卷闸门那种钥匙 因为当时我看见这个钥匙之后 我心里都愣了一下 因为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这是很像那个仓库的钥匙 找到这把钥匙后 周红军民警立刻展开搜查 这样吧 我都给广安上的弟兄们说 我说你们辛苦一下 你们配合一下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钥匙 我们在这试一下 看看这个试开不试开 就以他家 和物流站两点为中心 向周围所有的家属楼 凡是一楼的这种车库的 全部试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 民警们终于在一个高档小区内 打开了一个车库的大门 全大门一打开 整天放了六桶 六桶这个这种直桶 这种直桶 化工原料的直桶 这个加卡系统 当时我非常高兴 使用这个东西 简单的这个车辆车 大概也是140多公斤 这六桶 这般的东西全部漂亮 据犯罪嫌疑人周红军等人交代 自2012年起 通过从网上学来的一点知识 他便尝试制作假卡系统 你说你生产的产品 不是违禁品吗 那你就做这个产品来 你能够考虑的吗 东西就是想赚一点钱 赚一点化的控制 赚一点钱 这个产品 我觉得28加拿几本年 昨天 那时候结识上面没有管制 网上呢 求求的又多 我认为有一定的地的空间 之后 周红军通过在网上 结识了赵生利正军等人 并通过他们将毒品 运至河南山西港地 进行贩卖 那第一次进行贩卖 这件事 第一次 妈儿给我打电话 说要雇你加班信仰 然后我给妈儿 打电话 说你还愿意要加班信仰 然后妈儿不然你死人 也要雇你 然后死人当初没缺 然后死人就 说我给妈儿 说你再死人没缺 你还愿意交易 给他放 我说你再来 我再来 我再来 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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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块 然后我妈儿 一块 他又是 发了个工资 妈儿 我一个人 不来 经过了近半年的艰苦奋战 随着周红军 李宪斌等人的悉数落网 这起温献有史以来 涉案人员最多 缴获毒品数量最大的一起 特大制贩毒案件 也宣告破获 在这起案件中 警方抓获了嫌疑人20人 并且缴获了毒品假卡系统 共计是406公斤 捣毁了制毒工厂一个 如今 周红军等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制受毒品罪 被击押在了温县看守所 目前该案也进入了司法程序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陈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